看到這個魚有多大嗎 完美的配置 超素心 太成功了 各位觀眾 奇蹟發生 Q彈緊實的感覺 嗨 我是志圓 今天是我最喜歡的露營行程 但是為什麼這麼有氣無力的呢 我本來是打算要用一個 歡樂又活力的語氣 帶大家來體驗 冬季露營 又是一個 我跟保羅上次來過之後 就很喜歡營區 結果 看看這個天氣 有看到這個魚有多大嗎 我現在整個是大淋雨 在拍這個開頭 完全是個超級 就是大翻白眼的天氣 Oh my god 總之我們現在就是要來 開始搭帳篷 行きましょう pointed out relação 餐殼 煮午餐囉 我全部切了哦 可以eza 可以吃我嗎? 可以啦 好吃 什麼東西好吃? 夾多少錢? 裡面有醬油糕、醬油、花椒、醋跟糖跟堅果、辣油 好好吃喔 又到了每次露營影片都一定會有的環節 ROOM TOUR時間 上一次的影片是我們第一次打開了我們自己的帳篷 然後那一次就是為狼狽 因為發現帳篷太小太矮了嘛 後來我們又有露營了兩三次都是沒有拍片但是有來露營 我們就找到了跟它的磨合方式一個完美的配置 就是帳篷 然後搭一個天幕 超舒適 基本上格局是一樣 只是有新增一些新同學 覺得滿值得分享的 就還是拍下了 我現在要先冒雨出去給你們看一下整體外觀 反正就是房間、天幕、廚房 欸 雨太大了吧 OK 基本上我們的客廳區也就是廚房 沒有什麼特別的改變我就不介紹了 新買了一個小寶貝就是這個工具箱 軍裝的超帥 我是被老饕燒到重看又重用的工具箱 裡面的空間就是還滿大的 我們是拿來裝工具輪 就是真的把它當成工具箱 之前那個木頭的置物欄 就是現在主要是裝一些做飯用的東西 然後我們的賽碗籃換了一個轉學生 因為之前那個就是超級容易歪斜 就是重心很不穩 重心就覺得不太好用 明天再來跟你們更新看看它到底好不好用 上一次我們就是直接把這邊當客廳使用嘛 所以整個很痛苦 因為真的是超級愛 我們後來就是都把原廠的這個布啊套上去 當成一個放東西然後要拖鞋進入的一個玄關的概念 我後來都把Polar這個萬用包 拿來裝那個杯子啊盤子一些東西 還有這個是我的新房費 Oh my god 我跟你講它超級可愛 阿沙黑的籃子 晚一點再來認真跟你們介紹這個小寶貝 我超級喜歡它超超超級 反正我們基本上這個門都不開 都從這個門進出 裡面也有一些新東西 什麼意思 我的公主你在這邊混 這是我這次來之前才在蝦皮下單的 它就是一個很軟有點像記憶枕頭那種枕頭 它好燙嗎 你剛剛睡 不錯 我看中它想要買它的原因是因為它是 可以捲成這樣小小的 塞到附的這個網子裡面這樣子收納起來 好的 介紹了一些新同學們 還有一個還有一個 前天台去買的我是在NICO M買防火水拖鞋 裡面的內裡真的是抱軟抱舒服 很像採著棉花糖的感覺 走到雨中 讓它狂齡也不會怎樣 好啦 反正就稍微分享一下囉 一抵達營區就狼狽到現在 原本想說吃完午餐帶大家去逛一下這個營區 但是現在是要灌火光 我要直接進去躺了 太累了 是保濕了是保濕 天黑了雨還是超大的 剛剛從去把青蛙燈張起來了 就是掛在銀釘上警示用的 不然小朋友跑來跑去 踢到的話就太可怕了 妳在幹嘛 妳在幹嘛 妳在走 雨大到變水龍頭了 晚餐要來煮泡菜溝 剛剛準備東西很快 因為這些都是我在家裡備料備好 直接裝過來的 剛剛只有切了五板跟板豆腐 還有剝蝦殼 Ready好了 要來炒鍋底嚕 我們的總物保羅 忘記這個最重要的東西 你說你忘記什麼 我忘記糖條了 剛剛去跟隔壁林之界的 好感動 耶 好吃嗎? 好吃 以上是好吃100倍 絕對有100倍 沒有看我的Vlog的人聽不懂 上次來露營的時候 買了一個家樂福的湯底 然後他那一檔在狂推 真的有多難吃 超扯難吃那一種 然後我們上次又吃到生氣 這一鍋成功大成功 數一數二成功 倒不行 露營料理 吃到好吃的東西 就心情超好的 太成功了 請立刻放下碗帽鼓掌 大家有發現我今天特別穿了 錄影主題的 一個可愛帽Tima 超Q的 我這被滴滴跟欣欣燒到 他們兩個都有買 看到覺得太可愛 我也立馬買一件 知道可以當團體 好笑 洗碗將軍出征 結果保羅說他來洗就好 讚囉 這個魚現在大成這樣 然後我的阿婆氣下跟我說 11點的時候 雨會停 就靜靜的等你 OK 我們家真的很漂亮欸 時報記者怎麼還沒下班 他在拍他的大寶貝 欸在哪兒 這裡 結果洗完澡出來 雨真的停了 開始啦 露營最最最爽的時刻 就是晚上吃完飯洗完澡 身體暖暖的 這個時刻最爽 這次帶著蘭蔻小黑瓶的小寶寶罐來錄影 這禮拜開始超認真的用 皮膚太乾了 如果不擦保養品 真的會脫屑啊 然後很緊乾乾的感覺 聽到現在第六天真的覺得 皮膚有變水對不對 平滑很多 是不是很亮啊 來煮熱紅酒吧 如果一間酒吧有長這樣的 bartender 你願意後衛一個月嗎 應該不 認真研究擺盤的Lori 要睡覺囉 各位觀眾 奇蹟發生 出太陽啦 下雨衣中 出太陽心情太好了 直接整個搬到外面來擦保養品 昨天我拿的是 迷迷小黑瓶來保養 今天我要請出 小黑瓶本人 為什麼出來玩還要帶大瓶的保養品呢 因為 藍蔻是這一集的乾嘛 這個節目 我做創作者 真的有一個小心願 就是希望可以接到蘭蔻的合作 用過他們家試用品 我真的是之前就喜歡之外 我也很愛用蘭蔻的粉底液 是我此生最愛的粉底液 反正我就很想跟南蔻合作 我真的是解答 我真的是 內心一直狂尖叫 我現在只是剛刷完牙洗完臉 還沒有上任何的東西 我都是壓下去 吸滿滿的液管出來 滴在手上再往臉上擦 變得更有光澤 Q彈緊實的感覺 認真擦它 使用了整整個禮拜 是有證據的 請看 OK 今天是第一天 先給大家看一下我的膚況 基本上是沒什麼頭痛的大問題 最主要就是 暗唇 毛孔粗糙 跟雙頰偏乾 還有這禮拜 長了一顆痘痘 超未來基因復活路 七天使用紀錄 開始 完全就是很赤裸的每天素顏保養給大家看 可以很明顯的 發現我的皮膚真的一天比一天水潤囉 總結一下 一整個禮拜之後的心得 超級好推開 超快吸收 然後又完全不失念 我昨天晚上有給保羅用 他很怕很黏的東西 反正我就沒跟他講 我就給他用 然後用完之後他就跟我說 欸 那個還滿好用的 很貴嗎 他自己問我欸 覺得毛孔真的有變細緻 就是沒有在摸起來 有很粗粗的感覺 整體膚況更水潤 暗沉的部分 我自己是覺得沒有到超明顯 超有感的進步 這是更新的問題 可是有變透亮一點 剛滴下來的這些我要立馬來去塗在保羅臉上 然後開始煮早餐 真的有自收感 這家可頌真的很好吃欸 吃完早餐先把我們的家陸續收掉 然後剩下餐廳 終於再煮個泡麵 昨天有說要來看一下第一次來的轉學生好不好用 結論是 超級讚 我們現在裡面每一層都有曬東西 而且超多 它完全穩到爆炸 一點都沒有歪斜 謝謝 心血來朝畫的妝 現在東西又收好了 有點悠閒的困擾 我認真平常是超愛用蘭蔻的粉底液沒在騙 乾媽有沒有興趣在跟我合作另一支產品 我化妝真的都超級隨便的 對 不得不說 就是用了小黑瓶之後啊 我覺得上妝之後會有更服貼耶 跟我的臉本人合而為一的感覺 黑眼圈真的是沒救了 我夾睫毛都會認真插進眼睛裡 而且我覺得很舒服 完成 完成 專煮火鍋我留了一些食材 要來煮泡麵 豪華泡麵 我沒有吃過了 我沒有吃過了 我想學會當拉麵吸塵器 很噴氣對不對 我搶到嗎 為什麼我吃不起來 很棒 拍不了泡麵煮鍋 我還是用我正常的方式吃麵好了 昨天有說要秀給大家看這個我買到的新玩具 目前是把它當成一些 瓶瓶罐罐啊 調味料的植物欄 給你們看 我為什麼買到它非常滿意 反正就是我們有一次去加樂福買食材 因為我們每次一定會買酒 然後就逛到酒區那邊 我就遠遠就被它吸引 因為它就是一個Asahi的那種購物欄 就很像牛蛋機裡面那種秀珍可愛的小玩意兒的感覺 然後它就像這樣裝了八罐 我算一下大概一罐好像五十四五塊吧 我就覺得也還OK 而且我跟你講 它可以折超扁耶 完全站到爆炸 最好笑的是結帳的時候 店員幫我們刷完這個 他就說這多少錢啊 換在哪邊 他也要賣 超好笑 雖然我們只有兩個人 但裝備一樣是 多到裝滿整台車 OMG 我們要在那邊拍照流列 好的 所以這次的錄影 就到這邊結束了 好啦 我覺得鮑魚搭帳篷 算是一個蠻特別的體驗 但是可以不用再提供第二次的那種 算是很幸運 今天是乾收帳篷 不然保羅人會大崩潰 然後一臭臉回去 其實我覺得冬季露營也是很舒服 穿的暖暖的 然後晚上喝個熱紅酒之類的 超級chill 其實要注意保暖之外 也要記得把肌膚照顧好 小黑瓶 真的是我用的算是蠻有感的保養品 除了穩定之外 也有明顯感到膚況有提升 少數用的覺得不是差心算的保養品 如果對小黑瓶有興趣的觀眾 可以到資訊欄的地方 領取試用包 雖然保養品是我真的試用過 覺得好用才推薦大家 可是不一定適合每一個人 鼓勵大家還是領了試用包 用了之後覺得適合自己 再去靠櫃購買 畢竟它也不是低單價的東西 所以 金取好用再買 OK 好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